您好,这里是张力视野 最近有一条消息就说 下个礼拜大概有七千只老鼠 七千只大老鼠要在北京开会 而且按照惯例 还有另外几十万头猿猴来保卫他们 这些老鼠当然指的都是中共的 所谓两会代表,人大政协 大概二十一号先开政协会议 二十二号开人大会议 我为什么说他们是一帮老鼠呢 其实你看看他们那副德行 一个个全是小偷 他们表面上道貌安然 说这个人担任这个职务 那个人担任那个职务 但实际上都是主要靠着处切狗道 来积累财富 他们从来不像人类正常的议员 或者政治家那样体体面面的生活 他们甚至都不接受 就是不去了解民情 就像那个叫什么生纪兰 生纪兰号称是做了几十年的代表 做到八十多岁了 问他有没有去接待人民 他说我们不接待人民 我们不去了解人民 他们从来就没有跟人民接触的习惯 实际上生纪兰一家人都发了大财 就是他们说我们一切都是听党的 我从来都是只知道投票 所以说这帮人所有的人大代表 政协代表都有两种身份 一个是像老鼠一样狡猾 第二个又像牲口一样驯服 你看看他们开会的时候 都是什么德行 一个不是在那打瞌睡 就是在那装傻成了 就像一群牲口一样 所以说他们是老鼠大会 是因为上次有很多网友赞成 说你看这个老鼠会这个很好 这个共产党其实就是一帮老鼠会 因为都是一些蜀妾狗盗之辈 在那里想着怎么样偷东西 怎么样分赃 他们每个人的财富都是靠盗窃 都是靠这个利用工作之便 敲诈勒索 贪污受贿等等 完全是靠这些下山来的这个办法来生活 而且呢 他们也都是表面上一套 背后上一套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呢 也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因为中国文化呢 它非常残酷 它残酷呢 它就有相应的另外一套办法 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十二属相 以属为大 就是老鼠的生成策略呢 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成策略 所以现在中共的这帮人大官员也好 政协这个委员也好 全部都是这个按照老鼠的生成策略来生存的 他们开会的时候 还有一个呢 最荒诞的就是中共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叫开会 我们去看看那个英国议会怎么开会的 然后呢 英国议会里面呢 那里面 不管是谁当政 他的那个团队都要跟反对派进行激烈的辩论 英国那个议会的辩论从来都是激烈的 而且呢 我特别喜欢看 那个辩论的那个场景 比如说那个不久前刚刚下台的那个梅宇 就是非常能言善变 经常把那个反对党领袖 那个科尔滨拨刺的牙口无言 两个人那个就是争奋相对的那个辩论非常有意思 而且呢 他们能够从各个角度来讨论一个问题 从而让听众 让几百名议员和整个英国的人 或者英文世界的人都能够深思 都能够迅速地了解问题 你在美国的这个议会也是这样 在就是大家都在深刻地讨论问题 而且任何人都能够参观 你就是只要你是人类 你排队到美国议会 你都可以去参观他那个 就是议会两党的辩论 还有这个副议长 那个议长还有副总统等等 甚至川普去讲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排队进入他那个议会 那个二楼那个地方 三楼那个地方 看川普说了些什么 看他怎么样跟人讲话 你再回头再去看看中共开会 那都是什么德行 一个人像傻瓜一样 像一头牲口一样 在来念报告 从周恩来也好 到李克强也好 一念就念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报告 那个报告任何人看了 听了都会昏昏欲睡 所以说呢 那些政协委员 那些人大委员 也都忽航忽航的碎成一片 几千头牲口啊 在那个地方 位为壮观 这简直都是人类 绝无仅有的景象 你说你弄几千只大老鼠 七千头大老鼠 七千头猪 七千头牲口 在那个地方 咳嘴干什么 发分文件回家不就行了吗 在网上面 把这七千人的电子邮件 每人给他发一个 电子邮件自己在家看 还能捡到心情好的时候 愉快的时候看 而且呢 你这个时候呢 跟他弄到北京去 而且还有感染危险 还让他们提前到北京去 把这七千只老鼠 跟他保卫起来 用几十万人来保卫 这几千头老鼠去开会 这简直都是 耗费了多少名字名高 简直都是荒诞 透顶可以这么说 人类 你看看古往今来 哪有一群人这么愚蠢的 而且你既然是开会 什么叫开会啊 开会是让大家发表意见的 是讨论问题的 你让那些人 简直就像受训一样 就像军训一样 就像这个上课一样 都像傻瓜一样 都像孙子一样 在那个地方 听着一个人在那讲话 讲完了就结束了 那叫开会嘛 所以共产党呢 连开会到现在 这个道理都不懂 所以说共产党的 这个人大政协机制呢 我认为呢 还不如分建王朝的 那个朝廷议事机制 好一点 朝廷议事的时候呢 至少还有 几百名 一百名 或者几十名文武大员 在那个地方 唇强舌剑地讨论问题 还能够把一些问题 能给他剖析清楚 不像现在这样 纯粹是走形式 纯粹是一个橡皮图上 纯粹是在愚弄人民 愚弄世界 也愚弄自己 所以说呢 就治国的愚蠢程度来讲 就这个 整个的他这个 中共的这个构架来讲 他的这个愚蠢程度呢 是人类历史上 无出其右的 而且呢 每年呢 都这样穷折腾一起 每年都这样 瞎折腾一次 这简直都是匪夷所思 所以说 你不能把共产党的 那帮头领 那帮人 当成正常人来看待 你就这个两会活动 就能看出来 他们是何等的愚蠢 何等的愚昧 纯粹都是一群垃圾 最近网上面呢 还有一个 那个创意很好 他们说 用百度回忆生 这个说的实在是太经典了 我们回想这个 中国人 始终都像生活在 深刻盆里一样 听这个 从小呢 听这个什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看的是新闻联播 看的是人民日报 安徽日报 或者江苏日报 千篇一律 所有的内容 都是训练深刻的内容 都像深刻盆里的音乐一样 深刻盆里的训练一样 叫你一二三 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而且呢 新闻联播 几十年就是一个套路 中国人民怎么样 勤劳勇敢 党中央如何英明伟大 就是两个内容 然后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外国 不是发冰包了 就是发大水了 要么就是山火 要么就是出丑闻 就是三条消息 就是中共媒体 中共新闻 几十年来 就这么三方面的消息 你说这显得是多么的愚蠢 而且呢 他第一呢 他使得呢 这个中共官员 沾沾自喜 觉得这个世界上 他们在做很重要的领导工作 他使中国老百姓呢 也变得愚昧 因为中国老百姓 听了新闻联播呢 感觉到 原来自己这么勤劳勇敢 这么智慧 这么伟大 生活得这么幸福 然后呢 所有的官员和人民呢 又得到一个印象 就是你看外国一切都很糟糕 这个世界上 唯我中国风光都好 而北斗呢 又延续了这个传统 他们不停地删帖 不停地这个制造假象 就是说 还有一个呢 是最要命的呢 百度你查不到真正的知识 我是喜欢上网搜索 碰到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与其打电话 请教朋友 打扰人家 不如上网先搜索 实在弄不清楚地 在打扰别人 然后呢 我一搜索的时候呢 就发现原来都是广告 你比如说我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 我这个右后腰呢 经常会疼痛 以前在国内一搜索呢 结果就 那个 都是 仔细一看 都是医院 然后医院就告诉我 你病了 你赶紧跟我们联系 这是电话 然后我一联系呢 他说你赶紧到我们那里看病 我说我在安徽 他说没关系 你坐火车来到北京来看病 纯粹都是一帮骗子 你看北都上 全是卖假药的 全是骗子 各种各样的骗子 从共产党骗子到 这个江湖上的骗子 可以说灵灵中东 全世界的骗子都集中到了北都在那骗人 很多人呢 离开中国以后的 居然不知道上谷歌 还在上北都 就完全会毁了 我希望我的听众不要去上北都 因为你上北都呢 只会上当受骗 只会变成傻 傻子 呆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教训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武汉呢 最近玩检测大妖精 你说他要在十天之内 第一千万人进行检测 这个本身都荒唐无比 全世界到现在才检测了多少人啊 美国那么多的人 美国几百万上千万医疗人员 检测到现在 也才检测了上千万人 而且这个是超过了全世界的总数 你说你武汉就那么几万数值低价的医务人员 平时主要都知道 只知道敲诈人民的那些医务人员 你让他们给一千万人搞检测 不仅仅是大约定骗局那么简单 而且呢 你这个呢 可能呢 反而给大家带来了传染 因为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视频 有一个这个顾客 有一个就是受检测者 就愤怒地斥责那个那些医生护士 所以你们这叫检测吗 你们这是在传播疾病啊 你们那个手套 拔开这个人的嘴看一看 再拔开那个人的嘴看一看 一天都能拔几百个人的嘴看 看其实什么也看不到 然后但是呢 却能够把这个病毒传播 从这个人嘴里传播到那个人嘴里面 甚至拔了一个人的嘴以后呢 能传播给其他五百个人 因为他们根本不换手套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手套 也没有人给他们准备那么多手套 然后呢 比如说任务是一天你拔开一张一千张嘴巴 OK就拔开一张嘴巴 看一看 看一看呢 那个手套呢 一天都不换 也许只换两三次 你说你这哪叫检测啊 你这纯粹是传播病毒啊 所以在中国一切都是如此的愚蠢 如此的荒诞 如此的荒谬 荒谬绝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